歡迎來到《風華絕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佳南 感謝您的觀看與訂閱 蔡東威近期在本土劇《黃金歲月》中擔任男主角 自然的演技再度受到眾人矚目 而經常透過社群媒體與粉絲互動的她 雖忙著趕拍 但不忘在社群媒體上分享生活以及劇組私下的畫面 不久前 她才公開陳美鳳私下補眠的畫面 這次則換成了王彩化 再度引起網友熱烈討論 她在社交平臺上發文表示 繼美鳳媽咪之後 我又捕捉到了另一位劇組天后睡美人的優雅睡姿 只見畫面中王彩化脫掉藍白拖鞋 將腳縮在椅子上 身上則披著黑色的大衣倒在椅子上呼呼大睡 而她的寵物狗達飛看著主人睡去 竟也慵懶地側臥在桌上 一臉舒服地伸著懶腰 繼續睡覺 最後的鏡頭也定格在她身上 可愛的模樣瞬間融化一票網友 事業有成 女兒優秀的王彩化和老公總是給外界留下恩愛的形象 多年來也一起走過了不少風雨 又傳她曾被算命先斷言 一生註定情關難過 當年一無反顧求嫁 也是在婚前於神明面前連製出六聖腳 才順利嫁給老公 不料2018年4月 卻有媒體爆料 夫妻倆婚姻觸礁 黃品文和公司的女員工的關係曖昧 疑似被著妻子偷吃 女員工不僅擁有抱乳 攪好身材 還曾參加模特選拔大賽 同時從事服飾生意及網拍 個性外放感秀 據傳 對方是2017年才加入黃品文與王彩化所創的公司 除了是黃品文的貼身助理 會幫忙接送及處理大小事外 後來兩人還一起開直播亮相 有時連王彩化都在身旁 在現場看 但他們互動密切 毫不在意 對此王彩化坦稱 夫妻倆當時確實有吵架 不過是因為直播節目壓力大 加上生活開銷不小 又要兼顧演藝事業 才會和老公吵架 哪對夫妻不吵架 被問到婚姻狀況 他大呼 夫妻倆都快50歲了 怎麼可能婚變 還替女員工說好話 抱不平 表示這個女生很善良 人家也是人生父母養 沒有證據就亂爆料 把事情都賴在一個女生身上 我很捨不得 而且那個女生是我們有付薪水的員工 怎麼可能亂來 有時候外面要這樣講 我有什麼辦法 無聊 而後黃品文響應稱 公司不堪燒錢 因此缩編裁了一批員工 是離職員工不爽 被炒魷魚 才爆料陷害 還透露 那位女員工負責產品和管理庫存 也會跟我一起去跟廠商談商品合作 是我的助理 就這樣而已 雖然夫妻異口同聲 低調否認 希望外界有幾分證據 講幾分話 不過巧的是 該名女員工在傳聞爆發前 都大方的筛字拍照 勇於做自己 但緋文傳出後 卻緊急將各社交帳號設置成私人權限 疑似要躲避身份暴露 此外 王才花在出席活動時 對偷吃這種事情表態 還自曝剛結婚前幾年 也會對老公緊迫盯人 就連他到攝影棚錄影 也會趁著空檔打電話查老公的行蹤 最高記錄 一天打了十幾通 一開始老公還每次都回答在店裡 到後來也火大地說 你不要再打了 我已經不知道在哪裡了 他常常把老公盯得很緊 甚至會跟在對方身邊 其中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 有次陪老公去唱KTV 才見老公喝了幾杯酒 居然就大膽地在他面前跟一位年輕女性大挑貼身舞 事後還露出一臉得意的模樣 看到老公回來時還有些意猶未盡的樣子 讓他忍不住大罵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幹嘛跟他這樣跳舞 沒想到老公卻不以為意 連話都沒回 讓他整個人氣到轉身就走 彷彿是受到刺激 從此之後黃彩花邊熱衷地保養自己 也通過運動與控制飲食來維持身材 讓年紀半百的他 臉上幾乎看不到歲月留下的痕跡 身材也沒有絲毫走樣 甚至跟老公的感情也越來越好了 結婚多年依舊恩愛如初 此外 他也對女性觀眾呼籲 我告訴天下所有的女人 你只要把自己弄正弄美 你就不用擔心你老公 還說自己現在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了 當初都是他整天打電話擔心老公 現在連一通電話都不用打 反而換成老公要擔心他 他笑言 小時候生活苦 後天養成自卑感 讓他對婚姻也缺乏安全感 容易吃醋 若碰到老公偷吃 他一定毅然決然離婚 但隨著結婚日子久了 他卻表示 現在會多想一些 會給機會 考慮也比較多 愛老公 愛這個家 所以可能會選擇原諒 婚姻中會遇到許多考驗 夫妻必須建立互信 給彼此空間 他打趣地說 以前我給老公只有一瓶 現在已經是五甲地了 還常想著 我身邊睡的是一個這麼好的人 善良的人 這樣就很感恩了 加上彼此有共同的信仰 房子 車子都在他名下 看來育夫有數 不過他認為 不是房產在我名下 男人就不敢怎樣 如果真有心偷吃 再怎麼禁止都沒用 後來 隨著婚變傳聞甚囂禪上 黃品文過去的經歷也被齊底 原來他因家中落難 曾當過牛郎 花名韋小寶 在中南部宏集一時 90年代時 他在酒店曾一小時備賞2000杯大酒 等於直接在他身上砸了200萬 可以說是超級紅牌 對此 他坦誠不會 但強調自己節身自愛 沒有和客人發生過關係 一切都是靠著了解女人才能紅 其實 不止黃品文有難以啟齒的經歷 王彩化也曾遭受過凌辱 他出生後沒多久 父親就因生意失敗導致家裡破產 生活在欠債之下 一度無法安穩過活 在剛滿11個月的時候 母親又因胃病過世 父親有著重男輕女觀念 所以她過得並不怎麼好 初中還未畢業時 為了供哥哥讀書和維持一家人的生計 他便被父親半逼迫著在歌廳裡賣唱 當時因為身上沒錢 買不起華麗的衣服 只能撿別人剩下的船 後來為了賺取更多的錢 他又轉到牛肉廠唱歌 在牛肉廠的那段日子 是他最無奈的時候 常常會受到不懷好意的男性的侮辱 言語譏諷不說 還有出格的肢體動作 被人擠掉衣服都是常識 有次 他沒有答應臺下客人的要求 結果就一直被嘲諷 甚至對方還在他下班後堵住他 稱不單獨唱首歌就不讓走 滿心害怕之下 他只能膽戰心驚地把歌唱完 所幸那個人也說話算話 這才讓他逃過一劫 還有一次 他因為唱歌太多 結果嗓子突然失聲了 生活本就拮据的他 又因為醫藥費花了不少錢 令他心疼得直哭 王才華的青春歲月穿梭在牛肉廠 酒店 舞廳 廟會 地下街 市集等地 哪裡有錢賺 他就在哪裡 難得的是 他心中一直有自己的堅持 所以在牛肉廠演唱期間 他既沒有染上惡習 也沒有放棄自己 甚至還磨練出了一幅左右逢源的本事 近日 他與大女兒黃雨婷一起拍攝羅貴夫蘆岩基金會公益廣告 出席做好事過好年記者會活動 更大方捐出一百分五百八十元捐款 共五萬八千元 幫助鹿岩家庭過好年 事後 他透露 母女一起做公益 讓她覺得很感動 希望讓女兒身體力行 從小開始學習感恩和回饋 兩個女兒看到有天災 地震等事件發生 也都會捐出零用錢 雖金額不多 但都希望能幫助人 今年過年期間 她依舊會在拍戲中度過 評估大概只有兩三天休假 對此她笑說 過年是唯一能放鬆的時間 平常幾乎每天都在拍戲 現在過年不能出國 已經規劃在家耍廢追劇 或是陪家人吃飯逛街 看電影 她還分享 近期教女兒學打麻將 還特別有一份麻將基金 一塊五塊為主 女兒數學好學得快 家中成員包括老公 兩個女兒以及哥哥 可以湊滿一桌 她有時就在旁邊泡茶當台傭 王彩化在社群網站更新近況 透露自己終於有時間好好地觀賞一下手機裡的照片 滑一滑看到之前幫大女兒婷婷拍的美照 漂亮的模樣讓當媽的她也忍不住讚嘆 清純又甜美 帶著有點萌又有點空靈的氣息 且仙氣十足 根本就是仙女下凡 在她曬出的美照中 可以看到 婷婷留著一頭長髮 有別於以往曬出的照片 這次額頭多了一層寒妞式的空氣流汗 側邊加上了髮夾點綴 臉上上了淡淡的妝 白皙的臉蛋上有著高挺的鼻子 與一雙有著深邃雙眼皮的水汪汪大眼睛 故意不看鏡頭露出淺淺的微笑 甜美又空靈的模樣 電暈了大批網友 許多粉絲看到婷婷的一系列美照後 也忍不住紛紛留言 姐姐真的太美了 完全遺傳到媽媽 有韓星的感覺 更有不少網友直接向王彩話喊話 國民月母好 還有不少眼尖的影迷發現 婷婷神似明星曾芝橋 韓星金玉珍 女兒出落的落落大方 家人也無病無哉 如今的王彩話可謂是家庭幸福美滿 祝願她在今後的日子裡能依舊如此順風順水 因此 美佛又至於您,請對此為止